一所國中的校規好嚴格喔 無論寒流天氣再冷 這個外套呢 不能穿在外面 一定要塞在制服裡頭 而且球鞋必須要全白的 有學生因為擔心違反校規 只好拿立可白 把這個球鞋上的logo塗成白色 直呼很不合理 學生在籃球場活動 腳踩的球鞋全都是白色 因為學校硬性規定 鞋子非白色不可 有學生怕違反校規 想半天只好出此下策 看到沒 球鞋的logo被用立可白塗白 無法塗得很均勻 還隱隱約約看得出底是銀灰色 如此大費周章 就是全白的球鞋實在不好買 規定啊 規定啊 當然覺得不合理啊 只有台中這一間學校有 國小也沒在管這些啊 覺得不合理就對了 不 另外學校還規定 無論天氣再冷 外套都不能穿在制服外面 襪子必須超過腳踝上方 三指的高度 一旦違反被抓到 累積三次會被處以愛校服務 儘管學校透過聲明稿澄清 對服裝規定很彈性 但似乎和學生真實的反應差很大 幾乎訪 真實的反應